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对大众的疑问和指责 珍妮默不作声 直到二十年后 女儿成年才说出真相 真实内幕让人泪崩 珍妮原名珍书师 1953年的二月出生在澳门 母亲是上海人 父亲是奥地利人 珍妮完美地继承了父母的优良基因 高挺的鼻子深邃的眼睛 从小就长得漂亮的她 不管走到哪都是焦点 有一次剧组来珍妮的学校拍戏 摄像老师的镜头不小心晃到了她 之后就彻底被这个长相标志的混血女孩给吸引了 那时候的她才17岁 珍妮也因此踏入了娱乐圈 1972年珍妮和刘家昌合作演唱了琼瑶电影《白雾之恋》的主题曲 之后珍妮就跟她合作了无数的音乐 在刘家昌的培养之下 珍妮成为了第二个在红看体育馆开演唱会的女歌手 超高的歌唱水准更是被媒体称为铁肺歌后 那时的珍妮完全可以和邓丽君平起平坐 认识复生时 珍妮已大火 她与徐晓凤 汪明泉并称是歌坛三巨头 红透港澳台 横扫各大奖项 有人说 珍妮的战绩 唯有梅艳芳可破 当然 复生也并非平庸之辈 彼时她被邵氏力捧 被誉为李小龙接班人 复生第一次见到珍妮 很是轻挑地说了句 这个小妞不错嘛 珍妮也是直接直性子 当场回复说 复生太孩子气 这句对白 成了他们爱情的开始 也造就了两人的姻缘 纠葛 生死依恋 以及生生不息的怀念 当时是狗仔最疯狂的年代 复生与珍妮两人相爱 根本没办法公开去约会 他们只能在下班后再约几个好友 像狄龙 江大伟等人 一起去打保龄球 他们经常打保龄球的球馆 名叫佳佳保龄球馆 于是每次打球 狄龙都会对珍妮和复生半开玩笑地说 佳佳之恋又来了 珍妮倒是无所谓 十九岁的她出场爱情 笑得青涩又热烈 一个是未来功夫巨星 一个是当红歌坛一姐 他们的结合比锦上添花还要夺目 热恋两年后 珍妮想要结婚 当时珍妮二十一岁 复生才二十岁 珍妮却直言她太想结婚了 太想和复生在一起 太年轻的爱情很难被祝福 珍妮的父母姐姐都不同意 复生是大家族出身 家里人更是反对 复生的爷爷曾怒骂 一个戏子娶歌女 复生自知斗不过权威 想延后结婚 她对珍妮说 明年再结 珍妮却一口回绝 不行 今天一定要结 多年后 珍妮这样对媒体解释 就是非那天不可 就是非这个人不嫁 也是源于她对爱情的期许 刚开始 听闻男友想退缩 珍妮一度感到心酸 但好在一个老人站了出来 她就是知名导演张辉 张辉对珍妮和复生说 想结婚就结婚 张辉支持他们结婚 这个肯定 给了他们无尽的勇气 他们真的结婚了 虽然不被任何人祝福 1976年 复生向老板 邵义夫借了三辆豪车 两辆宾士和一辆劳斯莱斯 她将豪车全装扮成花车 光明正大在大街上开 场面之盛大 是圈内首例 举行仪式时 珍妮一直在笑 复生很温柔地看着她 那个瞬间 所有人都窥见了爱情的美好 歌星嫁演员 无论外在 还是内在 无论是名气 还是财富 都般配得令人艳羡 珍妮想要嫁给复生 不光因为她爱复生 更因为她渴望有一个孩子 独属于她和复生的孩子 结婚后 珍妮放缓了事业 后来又索性全身心去备孕 她不唱歌了 也拒绝演戏 待业在家里 每天想着生孩子 很不幸 她怀上了 又失去了 第一次怀孕 狮子 第二次怀孕 又意外失子 珍妮有苦说不出 到第三次怀孕 她想到求助大仙帮助 当时台湾有个黄大仙很出名 珍妮瞒着所有人去祈福 因害怕又失去孩子 她在床上躺了两个月 一动不动 两个月后 她再想下床 为追骨疼的不行 站都站不起来 后来被家人抬进医院 她才获知 胎儿早就离世了 死在了肚子里 珍妮还是失去了孩子 前前后后 她共经历了四次 身体每况愈下 她盛名在外 要钱有钱 要爱有爱 终究得不到一个孩子 日子久了 珍妮性情大变 越来越烦躁 她最看不顺眼的 就是丈夫复生的朋友们 她称那都是狐朋狗友 复生很珍惜这些朋友 于是两人总爆发争吵 但每次吵完架 复生都会哄珍妮 她写了很多情书 据传他们家的情书 从天花板往下贴 能一直连到门口 有的时候珍妮性格急了 即便复生认错 也嚷嚷着要离婚 离婚是珍妮对复生 说过最多的气话 复生无奈 急得直垂墙 有一回 复生拍戏前 身上只带了二十元现金 结果到剧组 有演员提议 要复生请客 复生开玩笑地说 他身上只有二十块钱 因为老婆只给了他二十块钱 次日 于记头条写道 复生口袋只有二十元 不如狗 因这些新闻 珍妮成了毒妇 虐待狂 那是珍妮被批得最惨的时期 而这种非议也隐隐中 铸造了一起大悲剧 不久后 复生看中一辆宝石节 是改装过的 很贵 珍妮不想买 可这时复生的朋友们 又起哄 说珍妮苛刻 珍妮受不了 于是买了 这个决定 成了珍妮一生中最后悔的事 复生开着这辆宝石节 还有他的三兄弟 一起在高速上奔驰 开着开着 车辆突然失控 他们不幸遇难 复生的情况最为严重 脊椎骨折 严重内出血 最终因伤势太重 不治身亡 当珍妮得知这个消息 眼泪直流而下 悲伤得一度说不出话 随后 珍妮整日用酒精麻醉自己 甚至一度想随复生去了 但她的家人阻止 家人为了防止 她想不开 还用布条绑住她的手脚 之后轮流盯着珍妮的一举一动 就算她睡觉 也在一旁看着 这样的日子 珍妮过了很久 就到她逐渐麻痹自己 一年后 珍妮开了演唱会 站在台上的她 依旧闪耀 当天她执意要唱一首 再度孤独 她用高昂的声音唱着 此刻找不到声的意义 人活但如死 唱到这句 珍妮哭了 在几万人面前 眼面痛哭 这是她有史以来 第一次当众崩溃 当天珍妮开完演唱会后 又淡出歌坛 没人知道她去了呢 四年后 珍妮回来了 还带着一个小姑娘 珍妮说是她的女儿 名叫珍家平 娱乐记者们迫切地想知道 珍家平的生父是谁 可珍妮就是不说 女儿的秘密 她隐瞒了二十多年 直到二零一二年 女儿已成年 珍妮才在明日之星 说出了真相 原来当年的武打明星 都有个习惯 因害怕发生意外 而不能生育 于是大多人都会提前 在医院留存精子 复生生前也留了 而珍妮因太过思念复生 又想要孩子 于是跑去美国 靠人工受孕 生了女儿 珍妮的姐姐说 这么多年来 孩子的房间里 全是复生的照片 珍妮从未对女儿隐瞒身世 珍家平大学毕业那年 珍妮正式告别舞台 买了一个农庄 打算在田园生活里 度过余生 其实刚买下农场时 珍妮也没打算 吸引过田园生活 只是想在闲暇时 跟朋友们聚在一块 开发农场 没想到经历了前三年 亲自耕种的物农生活后 她彻底爱上这种自栽自吃的乐趣 于是 她逐渐减少荧幕前的演出 并在2014年后 全面吸引回归田园 过上了种菜赶羊的农妇生活 珍妮还大方分享过 待在农场时的作息时间 她每天清晨 五点就起床 欣赏一下田园里的虫鸣鸟叫后 就开始画画 烧陶瓷 之后才开始种菜 喂养动物 如果饿了 就提着菜篮子去田里摘菜 挑一颗被菜虫咬最多的青菜 回家下厨 她解释道 这代表这颗菜最鲜甜 有时 女儿还会劝她去谈恋爱 但珍妮每次都摇头 直到母亲的意志坚定 女儿也就不再劝了 直到很久以后 一节目专门去看望珍妮 聊了很多乐坛去世后 又提及去世多年的复生 珍妮很淡然地称 她有感觉 她和复生下一辈子也是夫妻 她希望生生世世都是 这话 她已重复无数次 年轻的女主持人问她 过了这么久 你现在对复生有没有怀念 珍妮本来笑着 脸色突然暗淡下来 很冷静地说 她从来没忘记复生 她知道复生永远都在她身边 那是复生去世后的第26年 那一年她青春不在 她也再没有爱过任何人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